大甲妈肉镜进入尾声 所到之处都挤满信众 也因此带动附近店家 荷包转满满 信众人潮带来商机 让全台知名庙与周边 店面租金水涨全高 大甲俊南宫目前店面租金行情 每瓶2500到4000元 三年涨幅最高一成 台北紫右宫同样小涨 高雄五庙涨幅更高达五成 而某些小庙对附近房价 也有支撑效果 像这间位在卧龙街上的小庙 外观看起来不是非常醒目 但因为全处附近 国泰金高层都会来拜 因此非常出名 如果有人过去的话 等于是说有加持的作用 那个庙是在我们家附近 我应该会去拜 这间庙周围豪宅林立 去年平均房价84.6万 比前年成长了3% 另外还有内湖五旗这间土地公庙 周遭豪宅住户新光异议 包括许乃玲林林俊杰赵又廷 都传出在这里制产 也让附近房价平均已经飙破80万 新城屋开架更突破百万关卡 大型庙宇或者是活动比较多的 甚至是我们说的一般的道观来说 对于住宅甚至一般的豪宅 都有比较强的排他性 但是如果说是传统的 小型的土地公庙 其实是散布在一般的邻里之间的 对于一般住宅的影响没有这么大 公庙不再讨人宴 有了名人和人潮加持 过去的贤物设施 反而变成投资人的赚钱财神 三年选林聪明